你應該用廣角喔 但我沒有廣角 用我的嗎 但這樣還要跟你拿檔案 就這樣 拿著 其實發表你的言論 我們說 那個這邊有聞到動物的 草食動物的味道 我說我以前做那個 飛鼠的時候 解剖那個飛鼠腸道一打開啊 就會正正的那個味道 然後就開始 就是從味開始開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會有那種 草的香味 開到味跟腸的時候味道會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開到味的時候 就是完全是那個草 草香 就是那個味道其實有點 有點 像草仔貴的味道 超貴 它也太炒了 它是有點果香 果香的味道 然後後來 開到味的時候開始已經有點 味道淡了一點 然後開始出現一種東西開始 被發酵 失敗嗎 還沒還沒還沒 就是有點就是味道開始消散 對 然後過來到了 到了盲腸大腸的時候 就開始就是便便的味道 所以我們已經訂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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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完全忘記講說哪 對 然後到盲腸 盲腸就是 那個飛鼠在發酵 就是腸道在發酵的地方 然後就是 你看到一半的時候 一直 就會有那個氣泡 出來 是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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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爽了算 我決定我要用那個 後鏡頭 我不要入鏡了 所以講完了 飛鼠故事講完了 對 然後到了那個 到了 我們就沿著腸道 繼續講下去了 所以要講到最後嗎 the end這樣嗎 the end 沒有就快到結束了 就是已經快到 就是大腸了 然後大腸就開始變成一整顆的 會看到 接破王的時候 會看到一顆一顆的形狀 對 它其實盲腸的地方就是 像那種 就是 泥狀的那一種 泥狀的 然後到大腸的時候就會 而且很奇怪喔 它是一個十字路口 它是一個十字路口 一個路口 它十字路口 左轉呢 就到了那個 到了盲腸 然後就是一團那個 爛米那一種樣子 然後它會有氣泡 跑出來 然後但是就是 右轉之後呢 就會到了大腸 然後到大腸 那就是慢慢的就是 就會開始發現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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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 像養大便的那一種 一顆一顆的 喔 對 酷 不超圖和節肥 哈哈哈哈哈哈 欸 那 那所以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 你應該解釋給你未來的學生提 你解剖這個 廢數的用意是什麼 其實我們 最在意的其實是盲腸 因為其實盲腸 我剛剛講說 它會有產生那個氣泡 那其實是 就是細菌在那邊發酵 然後產生一些氣體 那 其實有一陣子很流行 那個 再生能源 或生殖能源 因為 就是 想要把一些 本來要丟棄掉的 一些生物廢棄物 像是什麼 稻草 稻桿啊 然後樹枝啊 這些東西其實 含了很多 碳 在裡面 那它是放在 一層底下 很久很久很久 之後才會變成 變成石油 那我們想要透過生物的方式 把它 加快它的分解 然後它就可以作為 最簡單的 的那個 燃料 就是生殖材料 或者是酒精 對 然後就靠著微生物的作用 可以先把 那些 多 那個叫做Polymer Polymer 變成單糖 雙糖 然後就可以再去 做一些後續的 的應用 但是 呃 其實靠化學的方法也可以 可是化學的方法就是要 高熱 強酸 強鹼 才能做這些事情 這很好用 對 對 那那有一個問題我剛想到 就是 你不是說 開到盲腸的時候的氣泡 對 氣體嗎 對 那些氣體是可以被蒐集利用的嗎 其實 甲腕啊 什麼之類的 對 甲腕 其實就是 收集比較難 但是其實能說把它拿來 雖然就是 譬如說如果你們研究到是 什麼菌 去負責產生這些 夾腕類氣體的話 對 可以做成一個發酵槽 之類的東西 對 應該那個是可行的方案 對 就是生物 生物 生物天然氣 這是那個耶 你有看群跟韓的小說嗎 沒有耶 要看 超好看 他是一個德國人寫的 超科學 裡面就講到 甲腕的利用 好 解在這裡 好奇怪 對 那個甲腕其實因為是溫室氣體 所以在那個 就是 前陣子也是很流行說 其實畜牧業才是 造成 氣候變遷的最重要的一個 影響的 有聽過這個說法 對 因為就是那些牛羊 放出來的屁 超好的ending 就這樣 我想喝我的笑茶 什麼都看不動